台湾民意基金会12日针对6月份民调 进一步发布瘟疫肆虐下的 台湾人政党认同民调摘要报告 民进党认同者锐减15个百分点 等于将近300万人 比一个台中市人口还多 国民党认同者数量不动如山 一样维持在一成九 中性选民数量暴增12个百分点 蓝绿差距从3个月前的24.1个百分点 急剧缩小到9.3个百分点 而中性选民规模上升到48.2个百分点 高达6成1的支持者 自觉和两大党有明显区隔 与民进党的断崖式崩落形成鲜明对比 台湾民众党在过去一个月内 政党支持度如汉地拔葱上升7.1个百分点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英龙表示 这是民众党一个微妙且重要的质变 显示民众党从过去 由横跨蓝绿及中性选民的松散政党 现在开始感觉有自我 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柯文哲声量攀升 受到外界关注 国民党青年部主任陈冠安11日却说 柯文哲成为负面声量王 开高走低 对此台湾民众党反击称 国民党与其关心别党声量 不如反思泱泱大党怎么进程边缘党 而原定于7月24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 已经因新冠疫情而延后 张化县前县长卓博元也加入战局 现年56岁的卓博元是台大法律系 海洋大学法研所毕业 出身政坛世家 曾担任县议员明代及县长 2012年卸下张化县长职务后 曾参与明代补选 落选后即淡出政坛 如今他再度出山 坦言是对现任党主席江启臣不满 他表示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这是国民党基本的立场 也是两岸和平的基础 他指出两岸一定要回到九二共识 要进行和平的对话 平等的协商 这条路才是台湾的康庄大道 请终点赞订阅